一般的市售汽车如说透过了晶片改装来提升性能 让阮金天的赛车教练来教你 欢迎迎订阅 谢谢 刚刚进场的跑车工作人员 拿着电脑判读数据 行话说是和车子沟通 其实就是检查车子零件 和动力性的参数 因为调校原厂晶片 第一步得知道从何改起 读下车子行车ECU里面所有的参数 然后来做一个最基础的 一个资料下来 然后才能够在我们接下来 改装动作完成之后 来做改装前后的比对差异 除了在一楼店面看得见的改装之外 更多从一万多块到98万的改装秘密 就在二楼这个秘密基地 二楼的工作室里 工程师隔着放大镜 把线路焊接在行车电脑上 更复杂的得先按图锁记 接上电源线 让细桥的指针不偏不倚 落在车子的电脑主机板上 我们把资料读取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资料传送给欧洲的 我们既配合的专业工程师 给他我们要的需求 他做完之后会再把城市回传给我们 从一般日系车双B车 到上亿身价的超级跑车 甚至是公车等大型营业用车 统统都能改 调校价格随着车价攀高 一万多到98万元不等 一年有千辆车主找上门 车主之所以甘愿花钱 有个梦寐以求的理由 自然进气的 我用一个概念来讲的话 就是说一般零到一百的加速 都可以快到一秒以上 那如果针对涡轮车的话 经常快到两三秒 在省油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自然进气的部分 我们大概可以10到15% 加速快一秒 省油15% 等于假如一个月油费一万块 就能省下1500元 这些对车厂来说 都是改动力系统的大工程 卢正义用4到6小时就能完成 从21年开始吧 我们开始由我们的第一部赛车 而产生的 那因为在原厂的部分 他没办法供应给我们 很多的技术资源 跟我们的需求 所以我们到了英国 去寻找一些配合的专业的厂家 就像墙上满满的赛车冠军奖杯 对车子的讲究 让这位微笑杀手 在赛车场外开启另一个舞台 记得游戎俊杰 台北报道